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佛教理论中 心物一体 所以身心一体 通俗地说就是心的状态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 身体的状态同样也会影响心的状态 身心相应 在未到地定之前 你打坐时因为心的粗重 散乱和昏沉 身体就会相应地感到各种痒 痛 酸胀 疲累 困乏 难受不适 而身体的感觉反过来又会让心更加的粗重 散乱和昏沉 所以对于初学佛修行的在家居士来说 修行的主要问题就是身心的障碍 所以在家居士在修行的初级阶段 主要任务就是以扎实修止为主 而对于修止来说 法门无高低 任何方法对初学来说都是修止 所以扎实修止快速进步的最关键处之一就是 选择容易上手且适合自己心性的方法修行 找到适合自己的初级阶段修行方法 指导修行的老师一定要因才师教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因泪而设 没有高低之分 只有合适与否 修行者自己也要明白 修定的方法有很多种 《狼言经》中就有25位大菩萨介绍了25种不同的修行方法 法法皆能入定 但某一种方法只可能适合某一部分群体 而不可能适合所有人 所以修行者一定要善于选择适合自己心性的方法 这样才能迅速而安稳地进步 在种种修行方法之中最普遍的方法大略如下 一 观呼吸 代表之一是天台宗的观呼吸六妙法门 鼠 随 止 观 环 净 专注的觉知呼吸以一念带万念 二 念佛持咒 可以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元通法门和大势至菩萨的 异佛法门的完美结合 最易上手 人人可行 最能设心的修行方法 但正因为过于方便大部分不解其身意 只知皮毛 只得其行的念佛群体就成了念佛法门的形象代表 三 观想佛像 在藏传佛教中最常见观想修行的法门 以上师相应法和本尊法最为普及 观想佛像的各种细节需要精神非常集中 观想佛像融入己身 也是淡化自我的善巧 观想融入宇宙虚空即是打破有形概念的方便 本质依然是一念带万念 是修止的不错法门 四 身随观 南传佛教中最提倡此法 修行者在打坐时现观呼吸的出入 等身体有绝受出现时抓住当下身体最为明显的一个感觉 仔细专注且如同旁观者一样地观察其生灭 和感受一起震颤脉动 仿佛融为一体 逐步你会发现你所观察的对象好似化入了虚空 然后你可再寻找下一个最为明显的身体感觉 如果暂时没有明显的身体绝受就观察呼吸 直到身体绝受出现 如此修行如果你有很好的心理素质 保证每做的修行时间 努力修行一到三个月至少能达到未到地定的水准 这是最有效最安全的修行方法之一 五 参画头 参画头之前要先看画头 什么是画头 一念升起之前或一句话从心中冒出之前就是画头 一旦念已升起画已冒出就是画尾了 知道了什么是画头 修行时要看住画头实时住在画头之前 以此磨练定力 待定力磨到一定程度此时即可提起遗情 比如参念佛是谁的话头 心中只有一个谁的疑惑的感觉 不仅仅是念佛是谁 而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是谁 全力提起这个遗情 要用无所不在的觉知观照无所不在的遗情 这就是一念带万念 这就是觉知观照 这就是禅宗的修行之法 近代禅宗大师无一不用此法证悟 原理是思维敏锐 收腕归一 六 手翘法 修气脉者常采用的方法 比如一手上中下丹田等学位观翘 修真气 转周天 生捉火 同中脉等等 好处是修气脉身体容易出现得气感 这很容易吸引修行者精进修行 弊端一是修气脉是有违法 违反了身体的自然运行规律 意念集中之处 血气必然聚集 血气聚集之处 神经系统必受影响而紊乱 如无过来人指导 修行不得法 必有隐患 弊端二是 当你努力修行获得了各种奇妙的气脉感受之后 你基本上没有可能会轻易地放弃你长期努力获得的成果 你绝不会为了貌似虚无缥缈的道而扔掉已经到手的救命稻草 于是得到就成为了见到的最大障碍 切记第一要让气脉运转全身 第二气脉流转即是地水火风在无常流转 以上六种方法其实包括所有修订方法的共性 就是心注一个所缘之上 置心一处持续专注 当然绝大部分的修行方法 其实基本都可归类到以上六种最常见的修行方法之中 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 你可以将以上六种方法逐一尝试组合尝试 或者选择某种适合你的所缘 最后确定两到三个相对合适自己的法门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勇猛精进的修行 逐一尝试才能让你知道每种修行方法的特点是否适合自己 不要怕浪费时间 合适的方法最重要 每个方法应至少全力以赴的时政一个星期 当然你也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将数种方法轮流练习 持续一个月以上这样的时政测试 你也可以将以上方法组合尝试 比如数呼吸和观想结合 呼吸和念佛结合 念佛和参话头结合 这些都是经过成百上千年无数修行者实践过的 非常有效的方法 选择某种适合你的所缘 是指在置心一触的禅定方法的前提下 根据你的心性确定能够让你感到新鲜 引起兴趣 吸引专注的所缘 比如你生性非常好动容易散乱 你可以在开始的修行阶段 先观想打太极拳或观拜佛 观画画 观射箭 观抽烟 观喝茶 原则是动作要尽可能的简单且越慢越好 让心注在重复的简单的慢动作上 逐步心就会安静下来 定力升起 到时即可转入观呼吸 念佛等其他法门 还比如你观呼吸总是不得其法 你可以采用伸随观的方法 因为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 总是十分好奇和容易专注的 所以选择一个能够吸引你专注的观察对象 比如观手 因为手的感觉非常灵敏 当注意力放在手上时气血便会聚集 你会感到手有麻胀热等感觉 如旁观者一般专注地观察 手上这些感觉的生灭 这就是在修订 专注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你会发现手的存在感消失了 逐步深入下去 身体的存在感也会消失了 如此擅巧的方法 要比你开始就强迫自己 非常好动的心静下来 却总是适得其反 心烦意乱的效率要高得多 最后确定两到三个相对合适自己的法门 是为了保持对修行的新鲜感和兴趣 对初学者来说 如果在一星期内或在一段时间内 对某个休息方法失去了新鲜感 产生了无聊烦躁或有些机械化的感觉时 就应及时换用其他的法门 这样可保证你对修行总是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和兴趣 不用担心修行会受到影响 因为修止的本质是置心一处 持续专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保持高涨的修行兴趣 可以帮助初学禅定者 克服禅定初期 要面对的很多不适 要经历的很多挫折 要改变的很多习惯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你必须用巨大的热情和勇敢坚韧的决心 克服困难得到突破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